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0万例 已经宣布当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公开请求民众 在新冠疫苗被生产出来之前戴好口罩 他说戴口罩不是一个政治声明 它能让国家团结起来 那拜登的表态能否给正处于新冠疫情 最黑暗时期的美国带来转机吗 在我看来拜登当然是希望能够给美利坚合众国 给美国的公民带来转机的 因为他不想让支持他的人 在大选中投他票的人 最后发现自己真的是白等 他的讲话态度特别真诚 但是也可以看出很急迫 是一种恳求美国公众的态度 他恳求美国公众能够在未来的几个月 把口罩戴上 因为只要做这么一件简单的事 就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命 他还强调能够被拯救的 不只是民主党人的命 也不只是共和党人的命 而是美国人民的命 其实从对待口罩的态度上 就已经可以看出 拜登和特朗普是云泥之别了 拜登这边是这么诚恳的 恳请美国公民戴口罩 而特朗普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从疫情爆发之后 给公众的形象 更多的是他不愿意戴口罩 他好不容易在公众面前戴上口罩了 又总是急于表现出 他急于摘掉这个口罩 所以拜登恳请美国公众戴口罩 我感觉这话并不仅仅是 对自己的支持者说的 其实更大的程度上 是像那七千万在大选日中投票给 特朗普的特朗普支持者说的 因为如果这个人在大选中投票给了拜登 那么他大概率在戴口罩的这个问题上 是比较不那么抗拒的 相反如果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戴口罩 其实不光是表态的这个态度上诚恳而急迫 拜登的行动其实也是挺快的 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 拜登在宣布自己胜选之后 他的第一个公开的行程就是会见了 为自己的未来的政府服务的 疫情应对小组的成员 这个疫情应对小组的成员 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应对小组的成员的名单有非常大的变化 甚至还包括了 以前曾经在特朗普政府中任职 但是因为提前曝光了美国政府抗疫不力 而被特朗普政府排挤掉的 那个叫布莱特的美国的卫生官员 所以拜登现在非常急于向美国公众证明 他一定是那个可以给美国的抗击疫情 带来改变的人 至于他能不能真正的带来转机 就像他自己说的 要看他的行动 他1月20号之后才会成为美国总统 现在美国总统还是特朗普 谢谢大家